刘若英送专机给陈生遭拒绝,被问是否喜欢奶茶陈生一句话扮气回音。 刘若英出道15年已获得了173个大奖,被称为最多奖的艺人。 然而这位美丽与才华并举的女子36岁了却还截然一身。 殊不知刘若英不是不爱只是爱得太痴,15年来她一直深爱住一个不能说爱的男人。 关于刘若英的八卦因为一部电影又出现在公众面前。 说起刘若英的八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她的八卦如同她导演的电影一样,整个都透露出一种文青的忧伤有缘无分为爱痴狂等等之类的词。 恰巧为爱痴狂是陈生作词作曲,那么刘若英的八卦就从她和陈生开始说起好了。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军十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生,后来陈生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 在此期间她和金城武一起担任助理,在担任助理期间,外号奶茶便是陈生所取。 刘若英曾说她和金城武担任助理的时候,两人负责买冰榔和洗厕所,她洗衣三五,金城武洗二四六。 进入了陈生所在的棍石唱片之后,陈生为她做了几首歌,譬如《语界》到处乱奏,为爱痴狂等等。 关于刘若英和陈生之间,相信你们曾经也在QQ空间或者某些鸡汤杂志上看到过,写的细节又充满温度,仿佛让人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质音。 甚至连这种刘若英在九月下注视链的汤头大雨剧和陈生肃琴,以及晚霞中陈生凝视主刘若英剧绝她都描绘得非常细致。 关于这种知音体的文章,当作故事看看就好,毕竟能把晚霞大雨明是这些细节描述的这么清晰的,多半都是为了编故事。 不过故事也并不是完全编出来的,诸如其中的一些话,确实是出自故事中主人翁的口。 说白了,早年很多乐坛杂志啊,故事会访谈等内容,都是为了销量再加工的产物,有一定的编造成分,但也不失真实的部分。 刘若英从1991年认识陈生进入棍石唱片公司之后,那几年她的专辑出得很快,也很多,有时候一年会出三本专辑。 其中一本《我等你》的专辑,收录了《我等你》后来人之初《四月天》等歌。 而那几年可以说是刘若英从出道以来达到的第一个辉煌的阶段。 刘若英的成功断然离不开陈生的协助。 但是到了2003年,看看她的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唱片公司不是棍石唱片,就知道她离开了棍石,离开了陈生。 在人生中发展的最好的阶段,离开棍石,离开陈生,有一种说法,是陈生不想阻碍刘若英的发展,所以放她离去。 这种说法,就是后来在2005年,他们俩上综艺节目《桃色蛋白质》,上面而来的。 2005年,几年没见面的刘若英和陈生一起上节目,主持人是侯佩岑。 而这期节目可以说透露的资讯真的是十分的多,里面陈生就爆料,说之前陈国父和苏惠伦在一起的时候就劈腿了。 不仅如此,刘若英面对陈生还几次哭泣,但是又能轻易地被陈生的几句话逗笑,而陈生几乎全程都是话中有话,并且多次直言她要离开刘若英,让刘若英不要打扰她。 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刘若英就被陈生弄哭了。 为什么呢?当时刘若英给陈生送上自己新出的专辑。 内容为完结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第一页第二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